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雨 淋落在窗前的孤寂 我离合不出你名字 被爱我需要一份说明书 解读你身上的温度 我还来不及随爱 走到了地平线终点 I'm looking for you 我还来不及随爱 穿越过海平线远点 在转身后发现在身边 在转身后发现在身边 一二三 好 谢谢 云儿 来 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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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好厉害,好多人喜欢他哦 嗯,看爸爸高兴的 妈妈,你吃醋了对不对 不可以哦,爸爸常说 大人要有大肚子哦 不是大人要有大肚子 是大人要有大肚量,知道吗 原来不是大肚子 是的,是这样的,宝贝 不是,张老师红啊 以后我给我们家小工作出去啊 他被记者拍 我们家呵呵那么漂亮,他们要拍 就让我们拍嘛 张老师啊,你和你太太感情真好 原管你好 你好,你好 这次麻烦你了 以后来啊,不用通过杨媛媛来 下次呵呵过来复诊的时候啊 你就让杨媛过来陪 反正呢,她跟您女儿挺熟的 也带您女儿去看过洋媛 好 这说的什么话呀 吃醋了 我刚才是真来不及跟你说呀 您也知道 好了,赵大海 你不要欺负我 就连哄带骗的 老虎不发威 你真当我是什么 你好,小姐 你怎么知道呢 这是经理餐的 妈妈,我也好,小姐 嗯,好的 等我们喝喝声音的时候啊 爸爸跟妈妈送一个很大的 你好,小姐给你喝喝,好吗 好 说到这生日 我妈的生日快到了 是吗 嗯 那给你妈订个蛋糕吧 要不咱们一家人找个饭店聚一下 算了,挺麻烦的 其实我妈这人从来不过生日 麻烦什么 你妈难得过来 我们做儿女的肯定要尽情孝心的 要不这样吧 咱们在家里边小范围地聚一聚 就行了 我妈呀 只要我们做儿女的记得她 就行了 何姐 上回 我们在派遇见那个猪脸星 看你怎么样 当时不就跟你形容过了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小麦啊 昨天的菜很好可以了 扒个桶边吧 我可跟你说件事啊 周鼎星她从来不正经交女朋友的 前段时间还迫于她爸妈的压力 租了个女朋友带回家 结果那个女的是个开酒吧的 她爸妈担心想说过去调查一下 正好撞见她跟一个男的在接吻 把她妈气得跟人家打起来了 还有这事啊 这个人倒挺有个性的 还会这么亲 还个性嘞 她妈一家都说她是个讨债鬼 说她只会给家里添麻烦 我可要警告你啊 你别被她外表给骗了 是不是她骚扰你啊 没有啦 不过 我倒是想去骚扰她一下 你想骚扰她 你想自投罗网啊 开玩笑的 我是想过去拍她写真 让她给我打个折 只有给你那么一点点优惠 值得吗 那有总比没有好吗 我真不懂你们这些90后在想什么 带勾啊 小姐 那你带不去呗 我想看她那边怎么样 对了 你那个东盛人不在那边工作吗 她那么忙 你还没有去探过班吧 是啊 我都还没去探过东盛的班呢 算你赚到了 今天下午采访正好在那 结束之后我们就过去 好 再换一个 好 小小 要不要练习派系组啊 可以感觉吧 来 帮我一下 来 注意补助模特的瞬间电话 你这感觉还是挺准的啊 不过一开始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回头我再找几本书给你看看 好 我一定认真看 哎呦 是哪阵相风 把我们引大气整个吹来了 这该不会是来看我的吧 少臭眉了你 我们正好在这附近做采访 想说东盛来那么久 都还没来给他探过班呢 我说的嘛 不过啊 我得好好夸夸我们家东盛 从来对美女都是目不歇 从来也不动手动脚 那是因为我教得好 哎呦 我听说啊 我是他师父 你是他监护人呢 哎 你这监护人来看我徒弟 也不说给他师父带什么礼啊 送你个美女 那这个礼物你肯定喜欢吧 这位帅哥你好 麦小姐 我们真的有六天没见面了 迪欣哥你太厉害了 你是掰着手指都等人家的吧 嘘嘘嘘嘘 哎 周鼎欣 你徒弟还在呢 能够装着道貌黯然一点吗 哎 我现在把东盛培训呢 那可厉害了 该听的听该学的学 不该听不该学的 东盛绝对装他自己是隐情人 是吧 东盛 嗯 麦小姐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来找我拍照的 对不对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会给我打折的吧 那是那是啊 你这还用猜吗 上次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只要你来 到达前我都愿意给你拍啊 喂 那你怎么从来都没替我拍过呢 哎呦 像尹大小姐这种高难度的挑战 我还是交给年轻人吧 嘿嘿嘿 这 哎呦 哎呦我的妈 吓死我了 你看什么高难度吧 我要是小嘴脑子就没了 嗯 东盛啊 晚上想吃什么呢 你想吃什么 我做给你吃 我想吃剁椒鱼头 行啊容易 嗯 哎 来 快来看 乌龟想一个啊 快来看一看啊 哎 乌龟有什么好看的 我觉得啊 你也只能养得活乌龟这种动物了 我根本就不喜欢养动物好不好 可是我上回跟鼎心哥去外拍 你不是说一个人在家里也挺孤单的吗 所以我就想买两只小动物陪陪你也挺好的 哎 哎 何欢 你也挑一只 嗯 董盛 怎么不叫我何欢姐了 你买一只就好了 别买太多 买小动物要买就买一双 要如果咱都只买一只的话 它们孤单死了 对吧 对 董盛 董盛 你在做什么 我的试验如何把两只普通的乌龟啊 变成咱们国家的国宝绿毛龟 我知道绿毛乌龟很漂亮的 但是你真的有办法 把他们两个变成绿毛龟吗 我看电视啊 那电视上是这么说的 说只要是在乌龟的背后啊 涂点蛋清 然后呢每天再喂点点小鱼小虾 这样就行了 你试试 哇 董盛 要不我们给他们两个起个名字好了 新名字啊 新名字啊 好啊 那就叫小东和小欢 东东和欢欢 好呀 像不像国宝熊猫的名字 国宝像 那 好了 来 回家喽 给我来 你要干嘛 别浪费啊 这还可以炒鸡蛋呢 不要 噁心死了 拿去倒掉 不要 林东盛 你要是敢炒蛋的话 我就把你外务关了 试试看 林东盛 绝对不可以 何欢呢 你什么时候来啊 你怎么每次都是放我鸽子呢 你几点啦 你逛街也能迟到你 你真行 你赶紧的啊 有帅会 偶尔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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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师父 小姐 几点了 不过就逛个街嘛 不是逛街的问题 你看看哪 谁呀 是不是 巧不巧 会被我撞见呢 我拍下来的 不行 我把这照片我信得给黄毅传过去 你干什么呀 说不定黄毅都还不知道这事呢 所以让他知道啊 他那么辛苦工作 他的老公在为明目张胆的 都在干些什么呀 是啊 这胡振忠都这么明目张胆了 他说明他根本不怕黄毅知道 不对啊 黄毅的个性 说不定还能知道了吧 知道 知道了吧 那 他怎么又跟我们两个人说呀 我说你傻呀 有哪个女人的老公外遇 还到处去宣传呢 我们再好的关系 他也要有自己的隐私权 你不要瞎搅祸了 我都气糊涂了 黄毅 你是专业人士 你帮我分析一下 大喊他们新节目 讨论的不是 关于两性和婚姻的话题吗 那如果说 外面的人知道 他们的制作人的婚姻 都是极其可畏的话 对他们这节目有没有影响啊 这种事情很难讲啊 如果说他们的节目 越做越火的话 不管是主持人 或者是幕后工作人的事情 媒体一样会关注的 真的啊 哎呀 那我们大海 关键是黄姨啊 黄姨可怜呢 这是谁啊 别看了 老公 老公 你看书了 跟你说事情 什么事 你猜你老公今天你见谁了 刘德华 你认真点呀 我跟你说事呢 谁啊 我见到老公的老公 正中的女人 两个人手拉手在那儿逛街 你没看错啊 我怎么会看错 我都拍下来了 你看 你还拍下来了 嗯 这女的不是我 张宁吗 张宁 你认识啊 黄姨的助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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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你确定吗 不是 确定吗 可能是误会吧 这 还好我和关键拦着我 要不我拍这照片 我直接发给黄姨 你可不能发 不是 你再让我看看 哎呀 你看你这照片 拍得不清楚 嗯 我搞错了 你 我估计我看错了 二姨姐 你别看了 老公 我问你 嗯 你说 你们圈子里这些男人 是不是都有小秘啊 而且男人跟男人之间 还会互相攀比的 什么圈子 嗯 我跟他们是一个圈子的吗 我人民教室 对啊 对不起 再说了 黄姨 女强人哪 不是一般人能跟她比的 老公 对了 我给你问个证实 嗯 你说我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跟黄姨说 比较方便啊 老婆 你可不能说啊 啊 别说现在 这个情况不明朗 就算这个事情是真的 你都不能说 可我们两个是好姐妹啊 黄姨诚太可怜了 我看得下去吗 好姐妹又怎么样 我和她还是大学同学呢 哎 人家是夫妻呀 每一段婚姻 必须得经历到考验 才能成长 对不对 对于他们两个 我们除了祝福之外 就真不能添乱 把她删了吧 我留着 留着干吗呀 万一呢 什么万一啊 这一句 这一句 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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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留着 不能留着 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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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诚中啊 什么时候买了新衣服 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我跟你说话 你听到没有啊 你终于有时间 关心我的生活了 可能我们太久没有交流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话了 自从你住院回来之后 你对我就是阴阳怪奇的 你到底有什么不买 你可以说出来 如果是我对你不够关心 我会道歉 我愿意改进 可是如果有什么误会 你可以说出来 我可以跟你解释的 解释 关心 我看都不需要了 因为你的行动 已经证明你对我的态度了 我什么态度啊郑忠 我真的不明白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 你连我喜欢什么 吃什么 都不记得了 连我穿麻痣的衣料 会过敏都给忘记了 你让我怎么去理解你对我的关心呢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的 那一定是张宁她搞错了 不要总把问题推卸给别人 张宁是你什么人 张宁是你什么人 是你雇雷照顾你老公的吗 如果她什么都可以的话 那要你干什么 高四 梦 张宁 真的好好吃 你手艺人又油asi 来 那你就多吃一点 谢谢啊 你笑什么 你不敢玩吃你笑什么 你笑的 你玩的 我逗你呢 刚才刷乌龟的那些 我就摆在冰箱上面 根本就没拿来炒 你从这死地了 我问你随时问的 我马上是喂乌龟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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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笑 我忘了跟你说了 过两天 你要记得喂小乌龟啊 别饿着他们知道吗 知道了 饿死我也不会饿死他们 那也不行 如果把你饿坏了 我会更心疼的 如果说 为了不让你担心我这个做姐姐的 你出差这个时间 我会积极安排相亲的 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吧 好 东顺走了 某些人开始魂不守舍了 还挺 快点帮我想办法 物资好顿向了 可坏 你要真的想相亲呢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个设计师 人还不错 真的吗 嗯 实验你都觉得不错 那你今天要帮我安排吧 赶紧呢 可欢 说实话啊 你真的是为了东盛才去相亲的吗 是啊 要不然怎么办呢 我再继续跟东盛那么暧昧下至 总会出事的 我必须跟他弄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互相喜欢是多美好的事情啊 你何必要想得那么复杂呢 那我伤差八岁啊 我跟他在一起不会被人家笑死了 哦 但这是一个崇尚个性 享受真爱的年代啊 你放心好了 你呢是不会被别人笑死 最多 就被唾沫淹死 那我也不要 妹妹说得对 你千万别为了世俗的价值观 逃避自己的情感 如果你对一个人一段情放不下 就算你接受下一段感情 你也不会快乐的 不要把事情搞复杂了 人哪 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自己的 我想清楚了 这一次我绝对不再放任自己跟着感觉中 只要你们两个看过 也认同他是一个靠谱的男人 又可以跟我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我就什么都不再多想 全心全意朝着贤情来我的道路迈进 我也试着 努力的想要做一个 能够兼顾家庭跟事业的兴起良母 只是我发现 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黄姨啊 你们家胡震忠 嗯 那 你们最近吵架了 脸色不太好吗 从我接了新节目之后 他对我就很不满意 不管我做什么都不对 好像 好像只有你有时间陪他 你就是个好老婆 你要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他 那么无论 你过去曾经为这个家庭 为这个婚姻付出多少 全都不算数 你就是不及格 既然都知道问题在哪里 那这种事情总得有一个人让步嘛 何幻说得没错呀 何幻说得没错呀 你现在是著名的制作人了 你别被这点小事影响你的新节目 当然了我也知道 你很爱你的工作 可是我觉得 事业跟家庭还是应该相辅相成 不能顾此事彼 是啊 你不要总把问题推卸给别人 张宁是你什么人 是你顾来照顾你老公的吗 如果他什么都可以的话 那要你干什么 那这里也需要 应该是可乐的 没有了 MING PAID 几统啊 晚上有空 我们一起吃饭吧 我们好久都没有 你帮你来 不用管我 难道这一切 无法余料 一步在一趟掇有 可挽留着爱 也只是妄想的痛劳 把爱出手 孔安姐 下午没觉得话 我就去猪哥在的工作室 你派写真了 你跟他约好了呀 对啊 昨天下定的时间 不对啊 刚刚东盛打电话来说 周鼎兴的朋友流产了 他必须去医院处理的 流产 什么朋友流产这么重要 肯定是女朋友嘛 要不哪个男的 会放下自个儿的工作 跑去处理一个女流产的问题 多尴尬呀 好吧 那我只能改天再派我的写真了 不行啊 这儿怎么大的事得通知妹妹啊 妹妹啊 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妈 在这儿呢 妈 妈 不好了不好了 出大事情了 你招惹什么这么大了 没头没脑的 我们周家出大事情了 呸呸呸 说什么呢你 出什么大事 何欢说了 哥哥的女朋友流产了 谁流产了 我怎么知道啊 准是你哥的女朋友意外怀孕 她不想结婚 这臭小子 她想让我段子绝孙子怎么着 这绝后睡醒了 这是命是大呀 这不管怎么说是条人命嘛 妈妈 哥哥这样的话不是善人犯了吗 哎呀你管管哪 行行行 咱们赶快看看是哪个医院吧 哎呀走快走走走 这臭小子真是太不小了 那 我说周鼎心这混蛋啊 她肯定是为了人家女孩子 又不肯负责任 应该不会 我肯定鼎心哥最近没有女朋友 而且刚才听她打电话 就是说前女友流产了 是身边没有人照顾 我说要是你前女友流产的话 你需要那么紧张吗 你脑子有问题啊 我还没有交过女朋友 我知道你 哎呀行了 谁知道你不能开玩笑 你现在快点带给周鼎心 问一下她 到底在哪一家医院啊 问这个干嘛 你不是已经告诉妹妹姐了吧 我说你跟周鼎心在一起久了 学会她搅活了是吧 这事关一条人命能不管吗 再说了 大人想要是出事的话 谁负责 你负责 快打 快打快打 喂 哎 曼姐油啊 看妳是 tak的吗 这是 全 Copper 你们怎么来了 找你呀 是我 说我干嘛呀 干嘛呀 干嘛呀 你说我干嘛呀 妈 你干嘛呀 你说我干什么 我有什么事 你怎么抬上去打呀 你说你让我断起决签是怎么着 你爸我真的带你去医院呢 妈 妈 咱们不是 不是 喂喂喂 你们两个女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佬妹妹 是不是你有山风点火了啊 我山风点火 你冲你妹妹来什么 要不叫你妹妹告诉我 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都被你骗了臭草了 哥 你自己干的好事 说话还理直气壮呢 说你干什么 我哪理直气壮了 我干啥了 你们告诉我到底干什么了 你说你干什么了 你带着女朋友到医院来 总是人流 是不是 是不是 女朋友 还人流 妈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我最近没有谈女朋友 这压根没有的事你们这么就 哥 你还撞风卖傻 对不对 谁撞风卖傻了 难道我在你们眼里就 就这么吓咱烂呢 我谢谢你们 我真谢谢你们了 谢谢你这么抬起我周鼎欣 那你不是这样 人家和欢的朋友 为什么说你放下工作不管 带着女人去妇产科去做手术 说啊 那不是人流是什么 还放下工作 什么东西让你这么放下工作的 人家我朋友意外流产 都出人命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我救助妇女不可以吗 我监狱勇为不行吗 不是你女朋友 你带人家去做什么人流 你骗人的你 哥 是不是真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给我说清楚 我说的够清楚了 而且都是市值 你们爱信不信吧 哥 哥 我们是不是真的误会她了吗 看看你你不了解清楚 把事情搞清楚 你就乱指挥你妈 她本来就不待见我们 什么话都不跟我们讲 这件跟完了 更不跟我们说了 妈 那谁听到这种事情 你的一个反应不都是这样吗 你呀 你别krof 别打了 别 别打了 你说我 监狗 周俊欣 别打了 我干 Aloo 这些 Winter 大人 啊 我 dash 别打了 别打了 有哪ít 我 周鼎欣 别打了 你是不是男人啊 你知不知道你老婆流产住院了 既然你想出来玩的话 当初干嘛缠缠停定 为难留学 非得让你跟你结婚呢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我老婆养的小白脸 对不对 去啊 给你去啊 去跟她 就你这种人渣 打你我都怕脏了自己的手 小麦 女生呢可以出来玩 但是要看清楚是跟谁玩 劝你一句 今天晚上早点回家 这人是不是有病呢 难道 何欢姐也看错了周琳心 妈 大海今天特意交代过我 说您啊 心疼我们 从来都不提自己过生日的事情 但是您这次好不容易来了 我们不赶上了吗 您过生日 您让我们尽尽孝心 否则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 所以呢 今天这顿饭 您得听我的 好的 不过呢 我们事先订个协议啊 妹妹啊 礼物呢你也送过了对不对 今天这顿饭我来请 对了 对了 妹妹啊 你今天怎么趁我不注意 就把那套护肤瓶给买下来了呢 我也就随便看看 不是真想买 妈 我不是借您的光吗 今天不是您生日吗 这专柜正好打活动 买四百元打八折 真巧了 我也给我妈妈买一套 要这么说的话 我们是借您的光 妈 我们还赚了对不对 是 是 秦家母 那我是自作多情了 菜来了 妹妹啊 您还有几个菜啊 妈 我们应该还有两三个 这么多菜啊 三个人吃不了的 服务员帮我们退了 别上了 别上了 退了 妈妈 妈 这菜都点了 这退不掉的啊 那你告诉她 我今天过生日 让她打五折 这么做不太好 而且人家也不同意啊 妈 您看您 您已经过一次生日 您就让我敬个孝心 给我个机会怎么了嘛 我觉得这顿饭就应该我们请 妈妈 你说是不是啊 是 我明白 我来 哎呀 这秦家母可真不是个手榴的当 今天上午吧 今天上午吧 我们带她特意去选些礼物 妹妹还怕她不好意思 所以就说我们自己也想马 她直接了当的就说 哟 我还自作多情了 要不是她平时老说妹妹乱花钱 瞎花钱 妹妹何必动这个脑筋 还要哄骗她 哎呀 真是拍马屁没拍好 拍个蹄子上楼 行了 别替自己的女儿不值了 反正妹妹这一辈子也要跟大海过日子 提到大海啊 我就更生气了 本来呢 我还觉得她家的经经验挺难受的 我什么都没说 可是现在看来这一只巴掌拍不响 你说她妈能这么想咱们 背后跟她儿子肯定嘀咕呀 她怎么不跟她妈好好的解释清楚呢 咱们拿她多少钱吧 她心里没输啊 我跟你说 你这可就错怪大海了啊 你让大海怎么跟她妈去解释啊 说她在城里跟岳父岳母住在一起 把自己的父母放在乡下不管 然后说在岳父岳母那儿怎么好 怎么好 你那不是成亲让大海说自己是上门女婿吗 这老太太听了能不更生气吗 对了 我明天就说她儿子是咱们的上门女婿 我们不仅不花她一分钱 我们还倒贴小两口 看她怎么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你别别下来啊 有什么气的你就冲我仨是吧 把我拉根垃圾桶都讲 你别去惹孩子们啊 你怎么跟大海似的这么交话呀 她别惹我 她要惹我 我明天就这么说 我说你怎么跟妹妹一样啊 真生不迷啊 谁这儿谁这儿 怎么跟你说话说不到一起去 帮忙了 你睡 怎么 你还记得我生日啊 看你今天态度不错 我不跟你计较了 回家 你不知道你那个儿媳妇 什么都不会做 我们儿子跟她过的 那个叫辛苦啊 所以啊我得留下来教她 亲家 亲家怎么会生气呢 他们没有教育好孩子 我帮他们一起教育 他们连谢还来不及呢 有人来了我不跟你说了啊 明天再说啊 爸 生日快乐 就知道是你 来来来 你爸呀 刚才还提到你呢 妈 爸身体好吗 爸爸好 我看那厨房里面 一大包那个打包的东西 今儿过得好吗 我真要跟你说呢 今天这生日过得呀 五味杂陈的 怎么 这妹妹安排得不好 好 妈 这事啊是这样的 所有的安排啊 都是我吩咐妹妹去做的 要是有什么地方 你照顾得不好 你怪我啊 大海啊 今天是不是给我做手啊 妹妹给我买了一套 过五品以后啊 顺便也给她妈买了一套 她买的那套啊 表贵好几十呢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过生日送礼物 还有陪送的呀 妈 我估计啊是这样啊 妹妹 怕你一个人说题 我不好意思 就带着她妈一会儿下水了 其实她妈不缺这些东西 不缺这些东西 那她妈妈平时 用那么贵的东西啊 你知道吗 那两套护肤品很贵的 是你妈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就在想了 那她平时是不是 把你交给她的生活费 都拿去买那么贵的东西了 没有没有没有 那我就不理解了 你说我和你爸爸 挣着钱都想给你们攒着 万一要是我们咽了气 也好给你们多留点啊 再说了 你小妹还没有结婚 我得给她攒结婚的嫁妆吧 还有呵呵 万一她要考上了大学 我这个做奶奶呢 总得给她一个大大的红包吧 我知道 妈 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了 妈 送给你了 生日快乐啊 哎呀 这么贵的东西啊 哎呀 你们挣钱也不容易的 你应该自己游着啊 你说我有呢 你买这个 多浪费钱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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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是我以前 阿姨和阿姨的同学送给的 我就想到什么时候 你后生日啊 我就送给你 好看吧 真是个孝顺的儿子 你喜欢就好 昨天你那么晚回来去书房 跟你妈妈聊了很久 多聊什么 这不是昨天我帮你过生日吗 回来又晚了 还不得跟她多聊会儿啊 怎么老婆 你不会这事也吃醋吧 没有 那我婆婆大人 有没有跟你说 我送她生日礼物的事情 你说了 我特别高兴 是吗 是吗 真的 老公 不是我说你妈妈坏话 你妈妈真的挺难伺悟的 我在想给她买个生日礼物 她肯定觉得浪费 我就说给我妈妈也买了一个 这样她总能接受吧 没想到 还是把我说一顿 没事 我妈不会往心里去的 老婆理解 这段日子呢 我也看得很清楚 你妈妈把你拉出她也不容易 对她好都是应该的 所以你老婆表现很好啊 我妈妈都夸我 夸我有定力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们一家人心连心 就会美满幸福 老公 你给我点时间嘛 我会做个好游戏的 妹妹啊 妹妹啊 妹妹对不起啊 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发挥我那丰富的想象力 然后呢去破坏你哥的名誉 都搞清楚了 他真的只是去搬朋友的忙 没有怪疑 虽然我哥一天到晚 本事不公的样子 我说啊 真的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够最了解啊 东盛一开始跟我说 鼎青他不是那种人 可惜我没信他的话 还真想不到 东盛跟鼎青啊 会成了好哥们 他们俩看起来 完全不是一路的 我哥哥其实也就看着不靠谱 人挺靠谱的 他呀 心里很明白 自己这个状况呢 是不适合结婚的 所以说 我妈怎么催 她就是 溺死不缺 哇 信不信啊 好个人溺死不缺啊 哎呀 哎呀 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你没关系 你没关系 我没有关系 我妈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